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支耳機 就是Anker的Soundcore Liberty Air 2 Pro 這一支耳機我一聽就覺得非常的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一次加入了主動降噪 然後又承襲了之前很優異的聲音品質 那無論是通話 或是日常在聽音樂的時候 都可以給我比平常我戴的AirPods Pro 然後有更深的音樂沉浸感 然後又有更好的通話品質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今年我以後運動跑步的時候 都會戴著這支耳機 那到底如何呢? 我們接著一起來看開箱吧 Let's go! 好,接下來我們來直接開箱 這個Anker Soundcore Liberty Air 2 Pro 從外包裝開始 你就會發現它的彩盒非常的漂亮 那上面寫著台灣公司後 是從自選家代理的 那這邊寫著Hybrid ANC 旁邊有這個葛萊美獎十大製作人的一次推薦 那從外包裝開始你就會覺得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誠意 那是採用這個磁吸式上線的這個外包裝 打開來看 耳機在這個地方 充電艙 我們先打開來看配件 那配件啊 它就給了一條充電線 噢,耳塞一樣是誠意滿點 掛上Pro 它就給了你九組耳塞 包含這個 在耳機上面這一組 那從 尺寸從XXXS 然後一共給了你九組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適合你的尺寸 那從外包裝的質感啊 到配件 都非常有誠意 那這次最感人就是充電艙 那它的充電艙改成Pro的那種滑蓋式 輕輕一推就會自己彈開 上面有亮面的Soundcore Logo 光線照到它才會反光 兩種材質交錯 既低調又有質感 你看它這個滑蓋 的阻尼感 做得非常好 非常高級 然後把它倒扣著 耳機也不會掉出來 質感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然後充電孔在後面 Reset鍵 跟藍牙配對鍵在這個地方 那你把蓋子推開來啊 上面會有這個電量指示燈 一格代表33% 那有電沒電 都會一清二楚 像我這樣推開來 那我就知道現在的電量 大概剩下60幾% 那這一次它標榜的是 單耳有7小時的續航 那單耳裡面會有55mAh的電池 那充電艙在這邊有寫 它是500mAh的電池 那它也支援無線充電 只要你把它放著就會亮燈充電 有線快充 充電15分鐘可以用3個小時 那官方標示喔 如果你用ANC降噪模式 可以用6小時 搭配充電艙可以高達21小時 那如果你一般模式7小時 搭配充電艙的話 可以高達26小時 那像我自己上禮拜啊 我就趁著架子去跑半馬 那我從我家出門 跑完整個河堤 那一路到新莊的福州橋 這樣整個跑回來板橋這邊 吃泰鵝早餐 然後再騎腳踏車回家 這樣總共出去花了4個小時 可是我到家打開APP來看啊 我發現它的電力還有60幾% 所以我覺得即使你今天是新手 要去跑個全馬 那花個6小時去跑 你都可以在全程聽得到音樂 沒有問題 聲音一直是Soundcore的強項 之前的Liefty Air 採用鑽石振膜 而這一次雙管齊下 它採用了同樣高硬度的 10層鍍膜振膜 加上11mm的超大動拳單 得到的是乾淨俐落的古典 強而有力的節奏感 以及清澈剔透的音質 那低頻飽滿 扎實卻不轟耳 古典俐落 適合快節奏的歌曲 那我覺得更亮眼的是它在中頻的人聲細節上會更加凸顯 聽起來會很滑順耐聽 紋理也很細緻 也就是說它的細節會比較多一點 Liefty Air 2 Pro的造型啊 我覺得跟Liefty Air 2很相似 那在造型上 我覺得比較像是 那個Liefty Baton的那一支三角形的耳機 比較像一點 那尾巴都是三角形的造型 那它在上方 下方 內側 尾巴 都各有一組麥克風 那為了讓音腔有得到更好的共鳴啊 因此它的體積會比AirPods Pro再厚一點點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耳塞 相較於前一代的Air 2啊 耳塞的高度也降低 可是實際上 插入耳道的深度並不會改變 那這樣的優點是可以減少導音管插入耳道的那種不適感 你會發現它整個是因為造型改變 變得更加圓潤 變得圓滑 那你在戴耳機的時候 舒適感也會提升 那我自己實際世代啊 我會覺得戴起來真的是很舒服 這一次它採用的是電容式的這個里爾偵測 那它比光學的優點就是 它會更加的靈敏 更不容易誤觸 比如說像我這樣戴著耳機 然後播放音樂 那當我把耳機拿下來的時候 欸 它就會立刻中斷 然後戴上去的時候 就會立刻自動播放 有沒有 它幾乎沒有時間差 拿下來 中斷 戴上去 就會自動播放 非常的靈敏 好再來我們講到佩戴感 一直以來我跑步的時候 都是戴著AirPods Pro 雖然我耳機很多 可是只有戴著AirPods Pro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因為跑步是一種上下震動的運動 那你在跑步的時候啊 它會不斷的震啊震啊震 那AirPods Pro它是這種勾勾型的 它會勾住你的耳朵 那又因為它很輕 又能夠入耳 所以 你會覺得戴上去會比較安心 那這一次換成Liberty Air 2 Pro 它的佩戴方式很特別 官方叫它叫做Great Fit 你只要把它戴進去 稍微轉一下 你就會感覺到這個耳機 有整個鑽進你的耳朵的感覺 而且它會塞得比較滿 它的氣密封閉性做得真的是比較好 像我這樣戴著 然後跑步全程啊 我都會有那種更放心的感覺 所以你的音樂的封閉性跟沉浸感 會特別的強烈 再加上它有ANC主動降噪 聽一些帶節奏的音樂 整個跑起來就會特別的帶勁 再來我們來講到這一次最重要的 Hybrid Full降噪技術 這個Liberty Air 2 Pro 它有六組麥克風 那一般的耳機只有四組 那一般的耳機在平常 音樂降噪的時候 它是四組同時進行 反向聲波的收集跟降噪 可是在通話的時候 就會變成兩組收音 兩組通話 所以一般的耳機啊 在進行通話的時候 這時候缺點就會曝露出來 就會通話品質就會很差 可是這一組 這個Liberty Air 2 Pro 它就是六組麥克風 在通話的時候 一樣是兩組進行通話 可是會有四組麥克風 進行反向聲波的收集 所以我在通話的時候 降噪技術會同樣存在 那通話的品質也會過得蠻好的 那接下來我來進行一段 通話降噪的測試 接下來我來測試這個 Anchor Soundcore的 Liberty Air 2 Pro 通話的清晰程度的效果的測試 那我會同時用這個 SUNCOR的Liberty Air 2 然後跟這個AirPods Pro 然後兩個一起來做對比 好 那我先用手機喔 直接打一通電話 聽聽看手機內建的麥克風 然後來聽聽看它的效果 先打第一通出去 喂 喂 我現在是用手機內建的麥克風 直接打給你 然後你聽聽看現在的通話的效果 以及我背後這個車燈 你聽聽看有沒有一些聲音 基本上講話每一個式都還蠻清楚的 然後背景是幾乎沒有聲音的 就是只有你講話的聲音這樣 OK 我現在背後是很多車 好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AirPods Pro來打給你 好 好 先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實測這個AirPods Pro 我們先戴單耳 然後直接來測試 喂 喂 喂 嘿 我現在用的是AirPods Pro 那你聽聽看我的聲音 跟我的背景的這個車身 有沒有聲音剛剛不一樣 跟剛剛比的話就是 你在前一句的時候 有幾個字會忽大忽小聲 然後背景的話 一樣是沒什麼聲音 對 一樣是沒什麼聲音 對 好 那這個是AirPods Pro的通話的效果 那背景一樣是有很多車 那接下來我要換另外一隻耳機打給你 好 好 OK 先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換到這個 SUNCODE LIFT IN AIR 2 Pro 滑蓋 然後一樣戴單耳 喂 喂 喂 我現在用的是這個 Anker 的SUNCODE LIFT IN AIR 2 Pro 然後打電話給你 那背後一樣有很多這個車子的聲音 那你聽聽看跟剛剛AirPods Pro 比起來它的它比 這一次在講話的品質上 整個都比較穩定 然後音量也比較大一點 比較穩定 對 然後聽著 音量會再更大 音量比剛剛大一點 然後聽起來會覺得比較放心這樣子 喔齁 然後可以聽 那你有聽到車聲嗎 目前是沒有耶 是完全安靜的還是只有一點點 完全安靜 如果聽不到你那邊的效果 對 完全安靜 完全安靜 聽不到車聲 OK OK 好 好 以上就是這兩隻耳機的通話效果測試 那很明顯的就是LIBITY AIR 2 Pro 它在通話的效果會更扎實一點 那關於降噪啊 它其實跟AirPods Pro很像 它一樣會有降噪模式 通透模式 或者是關閉 那它又分得更稀喔 光是降噪模式 它就有分成交通 室內 戶外 跟自訂 那為什麼會分這麼細呢 因為有些人像 比如說像我去騎單車 那如果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會想要享受降噪模式 帶給你的音樂神經感 可是你又想要聽到 後面喇叭的聲音 所以你就可以選擇交通模式 幫你過濾掉一些 比較低頻的聲音 同時又可以保留 後面的喇叭的聲音 那選擇室內啊 戶外啊 就可以因應不同的環境 去個別選擇 那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自訂 自訂這邊 它可以有一個轉盤 這個有點像華為的FreeBuds Pro 然後它可以去選擇 各種音頻 要去過濾掉的模式 那比如說你可能去一些特定的環境 有些雜音你一直過濾不掉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模式 試著去把它過濾掉 那在通透模式 還分成完全通透 或者是人聲模式 Liberty Air 2 Pro 它本身也支援觸控 不過為了防止誤觸 所以它這一次 把這個按下的功能關掉 你就只能按兩下 或者是長按 App這邊 你也有很多模式可以去選擇 比如說按兩下 你可以去切換成音量啊 或者上下手啦 或者播放暫停啦 或者是呼叫語音助理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啊 它的選項 目前只有兩種手勢 會覺得有點少 我希望下一次 在做App升級的時候 它可以多增加一種 比如說按三下 那再來我也去測試了一些 關於遊戲或者是追劇時候的效果 那我在測試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在遊戲上面 會有一點點的延遲 像我玩弓箭傳說這種遊戲 那在追劇的話 嘴型是完全可以對得上的 好 我來總結一下 這是三口Lifty Air 2 Pro 它的優缺點 拿它來聽音樂啊 那個爽度不知道提升幾倍 如果AirPods Pro是60分 那它絕對有90分 再加上它的配戴性非常好 它不會給我有異物感 有什麼東西塞住耳朵的感覺 然後又有主動降噪 有觸控 然後又有無線充電 有IPX4的防水 最重要是它只賣4980 所以我覺得在同價位裡面 這一支 Anker Liberty Air 2 Pro 真的是非常超值 不過它也有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只支援AAC編碼 但是因為iPhone也只支援AAC 所以我覺得這缺點也還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降噪 提示音比較不明顯 有時候你會搞不清楚 它現在是在降噪的哪個模式 是通透啊還是降噪啊 反正我戴上去都是覺得很安靜 然後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不會像AirPods Pro一樣 戴上去就會覺得整個世界 瞬間的安靜這樣子 我覺得消費者可能會需要 再更簡單更清楚的提示音 去提示你現在是在哪個降噪模式 好以上就是這支耳機 這幾天使用下來的心得感想 那如果想要知道什麼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